嗨宝贝们 我是你们的娃妹小甜 嗨小可爱们 我是你们的娃妹小堂 这次非常荣幸联系到了 《我的巴比伦恋人》的导演和总编剧 嗨大家好 我是《我的巴比伦恋人》的导演周南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我的巴比伦恋人》的总编剧 简一文 我的《巴比伦恋人》这部小红剧 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们非常的好奇 相信观众也很想知道 这部剧创作的心路历程 还有它的幕后故事 为什么想写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编剧里真的有美如吗 最开始我们想做一个 前卫一点的性喜剧 但是这个剧本做了有一年的时间 其实是受了很大挫败 等于我们这个编剧团队 你们看到的三位编剧 我 简一文 杨玉帆和宋克敏 我们都是大脑天宫创作团队的 反正听到这个名字就很不着调 等于我们相对就是以脑洞见长吧 因为全是女生 包括很多网友也在说 都说这个剧的编剧就是林美如啊什么的 其实真的不是 就是美如和张珍呢 是当时功夫影业的创作中心的伙伴 你知道很多编剧愿意从身边的人起名字 然后我们当时就天天说美如张珍 而且就觉得他们名字很普适 就觉得就这样吧 就叫美如 然后珍珍就需要一个全名 然后我很喜欢原来韩国的一个女演员 叫江慧珍 所以我就说OK 那就叫陈美如和江慧珍还蛮押韵 整个这个过程我们一直在口述中表达它是一个五年的过程 的确像一顿说的那时候过了一年的时间 然后这个项目基本上是濒临死亡 但是呢在这一年中有过去到台湾 见到了凤小月聊过这个故事 就是在我们那个更小巧的项目的时候 其实小月就非常喜欢 而且就是她就坚定地要来演 然后我们发觉她真的非常放得开 非常可爱的一个人 所以其实在这个项目起始的时候 基本上我脑子当中就是在为凤小月定制这个角色 因为是她 而不是说这个作品出来以后 我们去找凤小月 我们去找韦宁 因为我觉得这样反 效果不错 我看就是很多电视剧 剧本写出来了 结果拉来的演员 和那个就是和人物设定完全不一样 然后就会让人觉得很不适合 那他们是也是等了这个 等了很久吗 只等 我觉得小月一段时间真的是一直等 就是她就很坚定说你们什么时候弄出来 然后我就来 就是根本没有任何犹豫的 因为说实话 第一个版本的故事其实真的蛮飞的 你想尺度更大 就是她坚定地表达 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你就会觉得你已经有这么好的演员了 那一定要对得起她 也超级喜欢小月 在我面前所展现出来的那一副 就真的是很绅士 很王子的那个很绝世独立的样子 所以到了后面 我们几乎是带着一个命题做的东西 就想到 要不要你把这个王子做成一个混血王子吧 然后那些不靠谱的元素 从我们大家真的是一个默契的状态下 围着一张桌子就一点一点地丢出来了 当我们想到了就是周杰伦这件事情 那要不要叫杰伦 然后但是要叫杰伦的话 姓什么呢 然后真的有想过要不要姓斯吗 我们很想知道当时的选决过程 其实是决在选我们 或者说我们是带着一根橄榄枝去了 然后小月就以一个王子的姿态把它捡了起来 就是我们选决 其实最感恩的是 我们的演员从来看到剧本 他们不会问说 我是女医吗 或者我是男医吗 他们完全不 你知道伟宁接这个项目的时候 他的经纪人见我的第一面 就是说他们在挑 当然在挑好本子 他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是爆笑 就觉得太荒谬了 这个怎么那么荒谬啊 而且觉得这种荒谬 我加上功夫 可能就不会是一个非常吓人的东西 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周南你记得吗 瑞昌的时候 因为你们要知道 欧阳文山这个角色 他真的是天雷滚滚 不可敌国的顶级富豪 就是我们当时真的试了不少演员 其他的我们都能找到 然后但是到欧阳文山的时候 我作为编剧 我真的能从有些演员的脸上 看到轻视这个角色 他们真的不信 他本人带着耻辱的话 他一定驾驭不好这个角色 他就真的会把这个话搞得很羞耻 也就是你们说的缺乏信念感 你知道瑞昌一出现 你就会觉得 他比我们还相信自己 就是富可敌国的欧阳文山 太逗了 我到现在印象都非常深 现在网友是也扒出来 瑞昌当年才20岁嘛 不知道是不是反而因为他年轻 他非常赤诚和一片空白 赤气的时候就让你们真的就是爆笑 因为他完全不羞耻 他完全非常非常有信念地说那些话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这种喜剧的可能性 而且台词里面有一句说欧阳文山眼神很美 刚好玩瑞昌 他的眼睛确实还挺美的 对 对 那为什么会喜欢补冠金妹妹呢 我们毫不夸张地说 我们选了全部可以找到 或者我们认为可选的女演员 因为陈美如这个角色 没有那么的好找 而且说实话 我们是被一些人拒绝过的 不是所有的女演员都愿意演普通女孩 甚至也会有人觉得她不讨喜 这个也是我在剧本创作阶段 压力很大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和陈导和我吧 坚持觉得 人物就是要有缺陷 要天天写很悬浮的 好像很完美的女孩 所以就是对这个人物 小补是 他可以演出的普通女孩的样子 真的是最最合适的 到最后几乎已经没有质疑了 我觉得小补有一个特别宝贵的东西 就在于当他第一次读到剧本 一直到我们杀青 一直到现在 他都坚定地能够在陈美如身上 寻找到自己的影子 他都能够与这个角色产生极强烈的共鸣感 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舍他其谁的心 甚至也可以说 他就是我们的一个幸运吧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小补义无反顾地扑了上来说 我就是陈美如 我们如今会共同地认为 他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那个陈美如 那当时是怎么找到朱衍曼兹的呢 江慧珍这个女孩 她一定是那种 其实本人是非常清纯的 只不过她非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 我是大明星 我在男女方面 我不在乎 在活在自己的那个戏里 所以我们在选演员的时候 也会特别希望选一个 既可以有性感的一面 但与此同时 一眼望去 你又知道她有非常纯洁 非常纯粹的一面 所以曼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选 那周游呢 为什么会选她来演断水流 她给了我们最好的断水流 因为周游的形象非常特别嘛 但因为她的特别 所以你会看到她在电影里啊 什么的 她是非常合适的 但是她其实最早在选角的时候 她是断水流的可能性 我们其实也会觉得 会不会太周游了 所以最后兜了一大圈 我们确实发觉 没有人比她更适合断水流 而且周游对断水流的信念感 真的非常的强 所以她一直跟我们讲 她说我一定会把断水流 演绎得非常好 然后她也确实是做到了 你知道我这两天 看到有些人讨厌断水流 你知道我 我心就在滴血 我怎么会没想到 当大家那么带入陈美如的时候 就会觉得 你是伤害我的姻缘 所以其实有的主题性的东西 真的不是算计好的 我要讲霸凌 那现在我就很自责说 我以为她替陈美如 打老板那场就够了 但是对很多女性观众来说 可能还不够 我没有想到对批评 也非常的认真的回应 我其实就是在跟大家解释 我们就是还不够好 我们所有 当大家觉得不够好的东西 归根结底 不够流畅也好 干嘛也好 就是主创的能力还够强 我觉得输出有问题 真的就是创作者的疏忽 或者是你想的不够精确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可以 让我们下一部戏的时候 变得再好一点点 我看到一些花絮 他们其实也是会笑场的 笑场最多的是谁 应该是小月吧 因为小月她需要用王子的状态 去演一个那个大傻子 所以说这一点是最大反差的 你比如说Wave的那场戏 就我明白什么是姓魅力那场戏 你要知道小月可能私下里练了很多次的 然后她穿了一腰的牛仔裤 然后都会感觉春光乍蟹的样子 然后那些东西 当然你说现场美如会笑嘛 美如一定会笑场的 但是美如的笑场她其实是旁观者 但是作为慕容杰伦 她自己内心中是要无比的强大 但是她有时候又强大不起来 因为我们所有人在现场都要捂住那样去憋住的 就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拍一场戏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摄影机就一直抖得很厉害 我说今天我们不是摄影机 是在轨道上在架子上面抖什么 后来我去到现场发现我们的掌机的那位老师 他是因为笑到已经扶不住那个摄影机了 所以她偷的那个摄影机 大家一起在抖 就是二舅妈给慕容杰伦夹菜 说我们家不吃兔头的那场戏 演员们为这部剧做的最大的牺牲是什么 那个胖新郎 乍一看真的没认出来是凤小月 最高兴了吧我觉得 就是她最开始就开机前就嗨翻了 她觉得好有意思 最早凤小月认为她要演两个角色的原因 第一个她要演她自己慕容杰伦 第二个她要演 我就先不透了吧 她要演一个恶人 一个黑暗的人 她就觉得她太棒了 给一人分是两句 后来我们就把这两个角色捏到了一个人身上 然后就空落落的 但是我们还是跟她说 你还有一个角色是可以演的 你放进去一定会有的 然后揭晓了的时候发现是这个 但是她还是特别开心 那天应该是跟我们剧组很多人都合了影 然后就完全的沉浸在那个里面 原来她不觉得那是牺牲世亡 对她觉得就是牺牲了观众的眼睛 不是牺牲了她 包括像韦宁的衣服什么的 因为你看韦宁穿衣服这件事情 需要浪费很长时间 我是几乎到了拍摄的第八十天 第九十天 我才知道的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因为这个原因 耽误过我们任何一点的拍摄时间 就永远韦宁会按时在 按时可以拍 第一个说到牺牲很多 就是我觉得演员半丑这件事情 我说一个好玩的点 就是在于陈美如驱魔 那个小浦脸上那个说你上头了 然后那些胡子那些东西 都是我亲手给他抹上去的 当时抹这个 抹这个胡子的过程中 小浦是我全程见过的最高兴的一天 他从来没有比欣赏自己 被涂抹成那个样子的时候 更开心过了 但如果说回到牺牲 我觉得最大的牺牲 应该是韦宁在 水牢里面那场戏吧 我们当时拍水牢的戏的时候 已经是重庆了十一月了 韦宁是整个跟我们的摄影组的工作人员 一起在那个壁池水里面泡了整整的 差不多有十六个小时左右 才拍完了整个的在水牢里所有的戏 对你们来说 你们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个呢 哇这个我先说 这个我真的没有 就是全都爱 哪一个角色都爱 但是我对他们每个人 如果没有全部掏心掏肺的话 我有偏向的话 那我不如干脆把它们写成 真的配角 你们会发觉 连二舅妈也不是什么配角 我觉得这里面所有的角色 一文都倾注了极其大的经历 极其大的才华在里面 但是唯独陈美如 我觉得一文是把自己的心血浇灌在上面做的 因为陈美如那些 如今被大家反复地去转的那些台词 那些表述那些东西 真的我觉得是在把内心 抠开了去写出来的东西 也就是说你们会把自己的性格 或者特质分配给角色 有的 比如说我就把我的王子气质 分配给了慕容杰伦 是这种吧 是要说这种吧 我内心中真正喜欢的 因为你能知道是谁吗 你说你最喜欢 是段水头吗 不不不不 在创作段水头这个人的过程中 我觉得我自己最心有气气的 就是当一个自觉的普通的男生 甚至觉得比普通还不如的男生 遇到了一位女神的时候 会为这段爱情甘愿付出什么 和你愿意为这个人甘愿付出什么的 这个心态 我觉得我还是有契合的吧 因为我和太太在一起 很久了 而且对我来说 太太就是我的龙女 就会有 突然间 不然你撒狗粮 突然撒狗粮 但我自己内心 其实就是 就是承载了我最多的理想 或者承载了我最多的 对于美好的理解的 其实是小美如 你们最喜欢 最满意的剧情 是哪一部分呢 一个是美如和龙女 在监狱里的那场戏 然后还有一场戏 就是二舅妈 就去他们家那场吻戏 我最喜欢那场戏 其实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 然后呢 我们每天去到那个外景 就是美如的二舅妈家 是要爬十分钟的山 爬着爬着我就收到这场戏 我就边走 边读 就边哭 就爬不动这个山了 对那场戏 真的是我最喜欢的一场 巴比伦深受 大家写爱有一个原因 是超前的女性议题 而且大家对 陈美如这个角色的感同深受 美如的经历 是源自真实经历吗 为什么会想拍这个 我在创作的时候 从来没有目的心 我从来没有说 给自己立一个flag 说我今天打算 做这样一个 扛起女性大棋 什么什么 因为我觉得故事的本质 就是你先打动自己 然后看 可不可以打动其他人 我说实话 因为我本人就 很拧巴 很容易尴尬 所以在创作 这个剧本的过程里 无论是江慧珍 还是陈美如 我都只是放尽了 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但是我其实并没有 想说服别人 或者是教育谁 为什么会选在 重庆这个城市 因为乌山 最开始你知道 我们的直升机 并不是直升机 我们是游艇之类的 但是因为他们 找不到彼岸 他们根本找不到 很美的地方 可以让大家走进去 什么 我比较好奇 经费花在了哪里 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头 肯定就是整个 古巴比伦的实现 因为它的实现 就包含了 不仅仅是那些 场景的搭建 还有像比如说 我们从全国各地 飞来了很多的 小女演员 然后包括我们还要去 从外去取景 去看景 在整个视效上 其实我们所使用的团队 也是电影级的 视效团队 我们细节到 就连那个翻译机的 那个说话的 那个人的音色和方式 我们有六个方案 其实我们可以把 巴比伦这一部分 作为我们整个影片中的 很奢侈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把它做得 非常非常的简略 或者非常的不恰当 那实际上对我们 那些所有的情感来说 它就没有办法 有一个真实的依托 或者说观众 就会怀疑你的真实性 就是回过头来 要感谢陈国富导演 感谢我们的制片人 朱默 他们在我们 面临困难的时候 仍然继续支持我们 我觉得这个作品 能够问世 就是归根结底 就是因为是功夫 就是因为是陈国富导演 这部作品 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们不会拥有 这么多好的演员的 本岛对我们的支持 他真的可不是虚的 他鼓励鼓励你 或是怎么样 他对我的剧本 真的是暴虐 然后我前次集 就颠覆性修改了 至少我三次 他会每天看 我们的拍摄素材 我们会有一个粗简 然后发给他 在最早我知道 会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内心中是极为不安的 但是整个这个过程 我的感受 是被给予了极大的信心 关于大结局 有什么想说的吗 能剧透一下吗 对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巴比伦的结局 离场感 应该是还可以的 就是不会让观众骂街 可能不太会让观众 摔摔电脑那么遗憾 什么 他第一集上来是一个喜剧 最后一集不可能让大家 就是内心很堵的立场 最后我想问一下 有想过这部剧会 收获到这么多的好评吗 现在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们的目标 真的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个 让很多观众惊喜剧 但是没有预期到的 是所换来的大家的声音 是这么的 这么多的善意 或者说有这么多 大家真的那么投入 到我们的影片中 有的时候我们埋在里面 特别多的 很细枝 莫洁的小小的梗 或者说我们一些小的 一些细节上的讲究 一些在乎 全部都被大家看到了 所以在那个过程中 我个人 我作为导演吧 我会非常感激 大家能够带着 如此认真 如此的 如此的一种 怎么说呢 一种投入感 来看这样一个 其实它是一个偏喜剧 尤其是在前面那些集 或者偏是一个 娱乐作品的东西 那在这个过程 所以我就特别的 说实话 我没有料到 会有这么多的好评 甚至是大家口中的小报 或是怎样 因为你们看作品 也能看得出来 这个作品 总体上 能看到一些作者的影子 当然这也是大家 可能为什么能够 想跟编剧聊的原因吧 因为很多很多作品 我觉得编剧 真的都是被边缘化的 那你们能看出来 我其实不是一个 非常乐观的人 就是喜剧 其实就是我想表达 某一种悲观的 一种传递希望的方式 我原来不认为 大家真的都能get到 或者是都能 觉得这个是好的 但是就像刚才周南说的 就是大家竟然都看到了 而且甚至再度创作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他们 比我写的东西还要多 还要好 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 被反向输出了很多善意 和很动人的东西 因为创作就是创作 创作你是不能 带有太多目的性的 所以我当时真的没有 想说未来我们这个剧 应该要怎么样 我们要击中什么样的人群 我们要怎样 但现在我获得的东西 其实比我当初 创作的时候想象里真的要多多了 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 真的很感谢你们 导演和编剧 真的是非常真诚地 分享了很多东西 采访之后我们也受益肥田 这部剧看似欢乐的背后 实际上是辛苦的拍摄 而且他们看到了我们做的视频 主动联系了我们 我们受寿若 我自己居然得到了主创策定的认可 比我们播放量高涨粉还要开心 军方还给我们 寄来了好多千名赵 拍视频的时候 我都感觉我在炫富 多到可以打牌 太谢谢了 另外刚好这周播到22集了 下周大结局让我一起很很期待 关注WOWWB 完美在这里等你哦